大S刚离婚三个月,近日无预警宣布再婚,对象是韩国团体酷龙前成员是俊叶,两人二十多年前就曾交往。 大S亲自发生正式喜讯,还甜蜜呼唤对方欧巴,而大S两段婚姻也被讨论都是闪电结婚。 据悉,大S和汪小飞2010年闪电结婚,当时两人交往只有二十天,见面四次就认定彼此。 从认识到交往到结婚只有四十九天,被问到为何会这么快就决定嫁了。 他表示,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是他了,虽然十年后仍然已离婚收场,但他态度大方给予前夫祝福, 而如今和聚俊叶重续二十四年前的旧情,因为一通电话又相恋复合。 大S当年相当喜欢聚俊叶,向聚俊叶展开追求。 1998年交往后,他不但会主动接机,还会亲自带着男友游台湾。 但因为南方当年在亚洲的知名度很高,小两口经常必须乔装才能出门约会。 后来因为公司的敬爱力,两人才不得不走上分道扬镳意图。 值得庆幸的是,小两口相隔二十四年有情人终成眷属。